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这节课,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想不想听?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也不能符合,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出一小子隔。 我歌唱为一座岛山,我歌唱为一条河,漂流泉盐,江湘村落,无常一道车。 相信很多同学都跟着唱了起来,那么你们一定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 对了,就是我和我的祖国 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它像一只昂首的熊鸡屹立在东方 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位居世界第三位 现在请同学们大声的告诉全世界 我们的祖国是 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祖国妈妈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呢 神州 华夏 九州 中原 海内 同学们看这个州子 在今天的课文当中 有一个字和它特别像 你发现了吗 真能干 就是这个川字 川是一个象形字 在古代的时候 它是这么写的 同学们 你们能不能根据这个字的字形 猜猜猜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确实跟水有关 川指的是大江大河 你们真是善于联想的孩子 周在川的基础上加了三个点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指的是小块陆地 所以 周的意思指的就是河流和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传说 大雨至水的时候 将中国分为九个区域 称为九州 在这九州之上 风景秀丽 物产丰富 人民安居乐业 犹如人间仙境 所以又称为神州 多有趣的一个州字呀 里面蕴藏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去写写吧 周是一个毒体字 它的部首是点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按照从左到右的笔顺顺序来写 点 第二笔 撇 点 中间的这一树落在树中线上 写的稍短一些 点 最后这一树写的稍长 其笔比之前的撇和树都要高一些 好 现在请同学们 拿出你们的小手和老师一起 书空写一写这个字吧 碴 点 段 зал �복 树 点 树 树 都会拙 的方向 点 树 同学们仔细看 周的三个点都落在横中线上 但是它们的朝向是不同的 铁与树之间的距离要差不多 这样才好看 咱们再练写一遍 都会了吗 现在请同学们拿出你们的填字本 在本质上先写一个 再练一个词 注意写字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 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同学们 你们都给周字组了什么词呢 大部分的同学都写了神周 九周 其实周是指河流或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所以它组成的词语表示地名的会比较多 比如 杭州 苏州 贵州 广州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 神周遥 遥是歌遥 神周遥 现在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课文 借读拼音 读准字音 遇到不会的难读的多读几遍 开始吧 同学们都读得很认真呀 都读会了吗 老师 老师把这一刻的声音 老师把这一刻的声子列了出来 先跟老师读一遍吧 中 中 中 涌 风 耸 滑 阁 峡 翼 路 雨 浓 骑 粪 繁 绒 融 现在同学们自己试试吧 同学们在刚才的读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遇到难读的 或者容易读错的 想要提醒一下你的小伙伴呢 老师这里也有几个生字 想要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这一刻中 带有后比育母 翁的生字 特别多 他们比较难读 跟老师读 我们再读一遍 这两个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平舌音 一个是翘舌音 跟我读 聪 容 聪 容 另外 分 风 一个是前笔音 一个是后笔音 同学们要注意区分 最后一个老师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字 是 意 他读第四声 跟我读 意 意 有意 情意 现在 同学们 你们有把握了吗 自己再读一遍吧 生字去了拼 你们还能读吗 男同学 把第一排的生字 读一读 女同学 读第二排 下面我们跟着小手指读 小手指指到哪 我们就读到哪 好吗 开始 同学们都读对了 真好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十字小游戏吧 这些字同学们都认识吗 请同学们任意从中选出两个字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组成我们今天新学的生字 老师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考虑 这么快就读到哪 我们一起来看看 甲和山组合在一起变成 峡 峡谷和峡 大字和谁交朋友呢? 甜 他们在一起可以组成 粪 粪豆 勤粪 最后 从和尔一起组成上下结构的 耸 耸粒 高耸 跟老师一起读读这些词语 峡谷 海峡 奋斗 勤奋 耸粒 高耸 同学们 刚才我们用已经学过的两个生字 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今天新学的生字 这种方法是加一加 用上加一加的十字方法 我们还可以去实际 浓 除了加一加 还可以用上 还可以用上减一减 还可以用上减一减 鞋子的鞋 减去凸宝盖 就是雨 数学的 数学的加一加 减一减 也能帮我们实际生字呢 在实际 勇 和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部首 这样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生字 这种方法是换一换 还有同学们最喜欢的一种十字方法 猜字迷 老师这里就有一个字迷 草木之间一顶梦 什么字呢 反应真快 就是荣 同学们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用上这些十字方法 可以更加准确快速的帮助我们实际生字 生字学会了 词语就更难不倒你们了吧 我们一起把它读一读 神中 珠峰 高耸 隔壁 大陆 海峡 涌动 台湾岛 情义浓 繁荣昌盛 奋发图强 现在 老师想和你们一起合作接力读 我读一个 你们读一个 我先读 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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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耸 高耸 大陆 游动 情义浓 奋发图强 现在我们换一换,你们先读。 珠峰 隔壁 海峡 台湾岛 繁荣昌盛 和同学们合作真是愉快,下面我们一起去学习课文吧。 先听老师把课文读一遍。 神舟瑶 我神舟 称中华 山川美 可入化 黄河奔 长江涌 长城城 珠峰耸 台湾岛 隔海峡 隔海峡 与大陆 是一家 各民族 情义浓 其奋发 共繁荣 细心的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首歌谣 在文字表达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对了,它和我们小时候背过的三字清一样 三个字为一句 四句为一个小节 节奏分明 读起来朗朗上口 现在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课文 标出课文的小节 跟老师标的一样吗? 同学们看看 这首歌谣 一共有四个小节 这么有韵味的一首歌谣 让我们一起跟着课文录音 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十字 一 神州谣 我神州称中华 山川美可入化 黄河奔长江永 长城长猪风耸 台湾岛 隔海峡 与大陆是一家 各民族情意浓 其奔发 共繁荣 好听的歌谣 好听的歌谣 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 同学们 我们一起把第一小节读一读 想一想 这一小节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这一小节并不难理解 他告诉我们神州大帝 山川秀美 那么在作者心中 祖国大帝秀美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同学已经想到了 山川美可入化 山川秀美的可以画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样如诗如画的美景 咱们在读的时候 要读得轻柔一些 舒缓一些才好 听老师读 我神州 称中华 山川美 可入化 同学们 你们试试吧 课文给我们介绍了 哪些山川美景呢 请同学们读一读 课文的第二小节 用笔把它撑出来 找到了吗 大声的把它读出来吧 黄河 长江 长城 珠峰 对于这些地方 你了解多少呢 找一个你最感兴趣的 和爸爸妈妈交流一下吧 为了让你们懂得更多 老师给你们准备了资料包 这条 像几字形的河流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 也是世界上 寒沙量最多的河流 它全长 5464公里 是中国的第二长河 它起源于青藏高原 自西向东 流经九个省 市自治区 最后流入渤海 诗仙李白 曾用一句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表现出了 黄河 滚滚而来的气势 在第二小节当中 你觉得 哪个字 最能体现 黄河的 奔腾不息呢 真厉害 就是这个奔 同学们 你们看 奔子的最后两笔 撇和树 像不像一双 奋力奔跑的腿呢 从一个奔子 我们仿佛看到了 黄河生生不息 滚滚而来的气势 那么 长江的汹涌 从哪个字当中 最能得到体现 永 把黄河 长江的气势 读出来吧 男同学 声音红亮 你们先来 女同学 也读读吧 刚才 老师提到了 黄河 是我国 第二长河 那么你们猜猜 第一长河 是谁呢 对 就是它 长江 这条亚洲第一长河 全长 6397千米 居世界第三 水量 也是世界第三 人们利用 长江 水流大的特点 修建了 三峡大坝 为人们 做贡献呢 这是哪里 长城 去过长城吗 长城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 非常壮观 确实 长城 从东头的山海关 到西头的嘉峪关 全城 一万三千多里 所以也称 万里长城 是我国古代 在不同时期 为抵御外敌 而修筑的 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 被誉为 世界奇迹 列为了 世界文化遗产 它更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象征 一个长子 让我们感受到了 长城的 蜿蜒绵长 同学们 看看这个 耸子 从它的字形上来看 它像两座高高直立的山峰 所以耸的意思就是高高直立 人们常用高耸入云来形容又高又陡的山峰和高大的建筑物 在这里形容珠峰高耸入云 提起珠峰 去年国庆看过电影《攀登者》的同学们一定不陌生吧 它是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马峰简称珠峰 高度8844.43米 周年积雪是世界第一高峰 藏语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 朗马是母像的意思 整体的意思是大地之母 同学们通过朗读和理解 我们感受到了黄河的奔腾不息 长江的汹涌 长城的蜿蜒绵长 和珠峰的高耸入云 让我们一起去读一读这一小节吧 除了课文当中介绍的这些山川美景 你还知道哪些呢 去过不少地方呢 老师也是个旅游达人 我游览过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盘登过风鸾雄伟的泰山 欣赏过桂林山水 祖国的山川美景如诗如画 除了热爱 我们更多的是 骄傲自豪 现在请同学们 大声的朗读课文的 第一第二小节 让我听听你们发自内心的 自豪之感 同学们 读得真好 老师也想读一读 我神州 称中华 山川美 可入化 黄河奔 长江涌 长城长 诸风耸 同学们 现在你们和老师 一起合作读一读 咱们一人读一句 我先来 我神州 称中华 山川美 可入化 和同学们一起合作 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下课之后 同学们可以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合作的美美的读一读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吧 我们就下读一读一读